另外 美国黑人平权运动稍微缓和之际 街头抗争发源地明尼苏达州 又传出警察误杀黑人司机的事件 再度引发众怒 大批示威者星期一晚间 在明尼阿波利斯布鲁克林中心持续抗议 和警方爆发冲突 民众情绪失控 诉诸暴力 向警员投掷石头 垃圾以及烟花 官方指有20多家商店被爆窃 大批防暴警察动用催泪弹 橡胶子弹和水炮驱散人群 情况持续混乱 根据案情 20岁的受害者赖特 因为违反了交通规则被警察截停 双方在交涉期间发生争执 在场的一名女警 原本想要掏出电击枪制服对方 没想到却拔错了真枪 男子重弹死亡 机器轩然大波 原本跟城市上掏出电击